清静善知识的同时 我们也要持戒清静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正知正见 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正知正见 没有正知见就会走错路 所谓镇定便是要具有智慧 正知正见才能够产生镇定成道正果 如果没有记住这个修行的 这个动机的时候 出发性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回到习惯性的思考 反复的思考里面来 所以这个叮咛是常常要自我提起的 可能有时候在城市人事多了 事情法务多了 忙到忘了自我进化 自我提醒 这可能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这都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那讲到说 就信仰者来讲 所谓的信徒 信徒的立场要怎么样 看待这些事情呢 其实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些 如果大家有了正见的话 有了正见就不会因为 部分的人的一个犯戒 而失去信仰 那我们也讲说 依法不依人 那我们所追随的法师或者师父呢 我们是学了他所知道的佛法 这佛法是从世尊这边传下来的 这由法师帮助我们理解 但是法师还是凡夫哦 还是凡夫 他还是会有习气的 会有一些盲点 会有欲望的 这个就是信仰者 自己要去避免 避免受伤的部分 要去小心的部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学习佛法 就会很顺利的 不会因为一些个人的问题 而失去信仰 如果知见错误 身口已三叶不清净 修法错误 不修还好 修错了 非但存不了佛 反而堕入魔道 想升天 反而堕入三驼恶道 所以我们要清净善知识 同时要持戒清净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 证知证见 十方新闻记者 蓝伊荣台北采访报道